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静婷的父亲先是用小推车拉着两口大锅给白静婷送饭 正当狗仔猜测白静婷的饭量咋这么大时时 一切有了答案 原来当天 女星宋义跟着白静婷一起前往家中吃饭 两人穿着打扮 随意跟在白静婷父亲的身后 看起来相当乖巧 在两人一起走路的时候 不停有一些言语上的交流 白静婷不时转过头来看着宋义 两人眼神的交织未免有些太多了点 而宋义或许是被白静婷盯得太多 不仅有些害羞 还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两人的体型一大一小 相处模式看上去也相当可爱 在10月31日 也就是宋义生日当天 白静婷先是驾驶自己的车子出去 后续宋义再次现身 坐上了白静婷车子的副驾 不知道是不是白静婷要为宋义庆祝生日呢 白静婷大家都熟悉了 出圈的作品很多 比如夏之未至 你是我的城池盈磊 开端等等 演技实力在圈层男星中算是相当不错 而且性格也十分幽默 上节目都是特别会玩梗 穿着打扮也经常出圈上热搜 妥妥的朝南 然后宋义也是大家熟悉的女演员 因为和胡歌合作伪装者 在其中饰演于曼丽爆红 成为网友心中的白月光女二号 十分易男品 后来和郭麒麟合作过 坠婿和张若云合作过 庆余年 两部剧彻底爆红出圈 也让她的知名度在内于越来越高 据了解 白静婷和宋义上个月才刚刚结束合作的古装剧 长风度 两人分别是男女主角 剧中也是先婚后爱的戏码 当时两人在片场拍戏的路透曝光 网友们也是纷纷感慨太好客 两人的古装CP感特别强 但当时只是小说剧粉们的讨论 并没有往两人疑似真恋爱方面去想 但网友又爆出两人以领证买婚房 白静婷跟宋义这对高颜值情侣 自打恋情被曝光后 就一直备受网友看好 因为宋义是出了名的好嫂子 因为人品好性格温柔 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的偶像与这样的美女恋爱 白静婷可以说是捡到宝了 或许是白静婷想早点跟宋义有结果 3月29日 网上还传出了两人疑似已经领证结婚的消息 有一位网友很坚定地表示 他们结婚很久了 他朋友的妈妈是一位化妆师 给两人化过妆 毕竟白静婷跟宋义两人的恋情曝光也不过才半年的时间 不少网友都不太敢相信此事 但这位爆料网友依然坚称没有造谣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自己造谣 是拿不出钱赔偿的 所以他没有说谎话 有了网友的肯定 白静婷与宋义已经领证结婚的消息 开始在网上传出 值得一提的是 有网友表示 此前就曾经听闻宋义隐婚的消息 由此看来当时说的可能就是他与白静婷 据了解 在去年的6月份 宋义与白静婷合作的影视剧《长风度》开拍 双方作为男女主角 在花絮中互动很甜蜜 郎才女貌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喜欢 这部影视剧似乎是两人的定情之作 9月份就有网友爆料 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后来在11月份 有媒体还拍到了宋义与白静婷两人已经同居 还去见了家长 当时两人在宋义生日那天 一起去了白静婷父母家 似乎是为了女方庆生 聚餐结束之后 两人又一起去了白静婷的新家 之后两人就没有出门 显然是热恋情侣相处时的模样 两人9月份才被爆出交往 11月份就同居见家长 算下来也不过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速度如此之快显然是奔着结婚去的 颇有谈婚论嫁的意思 如今交往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宋义跟白静婷又被爆出领证结婚 不禁让人相信了网友的爆料 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从情侣成为了夫妻呢 在他们恋情曝光后 虽然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恋情 但宋义与白静婷常常共享衣柜 穿着彼此的衣服露面 向粉丝们按戳戳秀恩爱 宣示恋爱主权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爆料的前不久 宋义还跟白静婷在同一天卡点晒出了各自的照片 时间是11点52分 或许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 总之情侣之间卡点晒照 一般都是为了公开恋情 白静婷跟宋义的行为疑似有关宣的意思 不知道他们今后是否有关宣恋情 或者公开婚讯的意思呢 白静婷今年29岁 宋义33岁 比她大了4岁 都说女大四福受制 宋义又是圈内公认的好嫂子 或许会给白静婷带来不少好运 在最近的名人新闻中 白静婷和宋义的结婚登记信息被公开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热议 据悉 两人于2023年4月在北京登记结婚 这一消息巩固了两人的婚姻关系 也让人们更加关注他们的婚姻生活 白静婷和宋义都是高颜值演员 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一直被受外界关注 此前 两人曾被传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交往 但并未公开承认 如今 结婚登记信息曝光 终于确定了两人的关系 有人质疑他们的婚姻道路 这是有孩子的婚姻吗 是不是太着急了 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真挚的感情 不管他们有没有结婚生子 只要两人真心相爱 就应该得到尊重和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白静婷还是宋义 在演艺事业上都非常出色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帅气的外形 白静婷成为了当下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之一 而宋义在多部电视剧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可见他的演技 此时此刻 两人的结婚登记不仅是他们对彼此的承诺 更是他们事业和生活的新起点 无论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 婚姻都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虽然每个人的结婚方式和时间都不一样 但只要是为了真爱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祝愿白静婷和宋义夫妻生活幸福 前程似锦 结婚登记信息被公开 这件事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截至目前 双方均未回应领证结婚仪式 4月15日 又有大V发布动态 称某消息来源表示 白静婷和宋义这对小情侣即将分手 引发了网友们热议 爆料一出 大家伙儿纷纷蒙圈 有网友表示 自己记忆都快被搞错乱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前不久两人还被传已经领证结婚 甚至连明证出登记信息都爆出来了 现如今是风向又变了吗 但根据网友们的分析 结婚传闻着实站不住脚 因为南方的个人信息与爆料中有些对不上 不过当事人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网友们就当吃了个没有下文的大瓜 说起来 两人即便在练情锤非常多的时期 仍然不止一次被传过是合约情侣 所谓合约情侣 就是如今娱乐圈为了炒作新剧热度 让男女演员在一段时间内炒CP 这样的两个人就会被称作合约情侣 尽管不知道爆料源头是什么 但不少坚信偶像单身的粉丝 的确是对此深信不疑 在此次传出两人即将分手后 表示非常开心 祈祷白静婷的新剧能够赶紧播出 这样就能够尽快解除恋爱合约 其实不管白静婷与宋毅有没有谈恋爱 谈到哪一步 究竟有没有分手 本质都是两个成年人各自的决定 外界通过种种猜测来给他们定性 多少有些无厘头 我们全当吃瓜娱乐一下就好 没有正式官宣之前我们也不必较真 你怎么看呢